Oli 你餐給水 餐餐給水 騙人 水 呼呼呼 他們是油 閉嘴 我們終於找到了吃五天的地方 據說這裡是物美嫁廉 就套餐大概三百多塊 就可以吃一個Sable 然後他這間店叫三隻小提琴 看一下他的Logo 三隻小提琴 是旅遊書長有推薦的 其實蠻好找的 因為過了巧就往這邊走 就可以看到 看一下他的Menu Coffee and Cake 這要就是 是 江湘都是其次 這家的餐廳是小提琴的餐廳 真的喔 然後呢 請介紹 聽說這是一間非常有家庭氣氛的小餐廳 這個建築在18世紀真的是一個小提琴 是做食物的餐廳 現在變成一間餐廳的捷克風格國料理 然後套餐大概300克 算蠻經濟實惠的 然後餐廳先生普爾在 他如果想喝酒的話 他還會親自推薦你一些酒膽 真的喔 對 好耶 我來試一些那個捷克風格 好 嗨 好 好 好 他們現在是溫馨的一家小店 這都是鬼屋 那都是英文 沒有 都是捷克風 對啊 英文是後面嗎 然後這裡 對 對 等一下給你借完美酒 你請他點嗎 對啊 你點了什麼 蛤 我點了 呃 好 好 然後還有一個 德國的 應該不是德國 就是捷克的料理 然後它是蘋果派 它上面寫說 這也是德國風味集中一道甜點 所有好的捷克餐廳都強調自家親自製作 然後你看 他說這裡面都是蘋果丁 然後還有上面有一段Cream 對 所以看起來 看起來不錯喔 對 吃了心情好 我們還點 我們兩個也是 我們兩個其實都會叫不一樣一起吃 然後我點的是那個鴨子的餐 然後他點的就是那種 當地很有名的水煮麵糰 其實書上也有介紹 嗯 然後那個水煮麵糰還蠻香的 帶了一點點甜 我以後在那個歐斯里亞的時候有試過 然後我們還點了酒 我們點 馬吉尼 對 然後一個是 對 所以是 雞尾酒 對 雞尾酒 因為晚上要去喝啤酒 啤酒 晚上喝啤酒 這間還不錯喔 還蠻有氣氛的 很浪漫 那邊有情人雅佐 其實其實兩位可以 他們來是女色的 對 然後女色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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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稍微閒聊了一下 嗯 好 還是這樣 這邊 的湯來了 看一下微微的 我的裡面還有起司喔 綠色的 然後我的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們點了兩杯 馬吉尼 欸 沒問題要來一點 OK 那這樣動過 動過沒人沒有 對 一堆人在裡面 幹嘛蠻香的 沒問題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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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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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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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個捷克什麼麵糰的 沒有 我的是鴨子 你要你自己的看完嗎 我看完了嗎 好嗎? 沒有嗎?做了不能換嗎? 現在就跟他了 好了嗎? 你看起來不賴 還是要看一下這個 跟大家說是不是會的 他沒有寫 他裡面沒寫 沒有寫 因為他這裡有寫 不是啊 看起來很像是牛 哈囉 我們的料理來了 是這樣的 很精彩耶 鴨子 很少吃到鴨子 在歐洲很少吃 從這法國有 冰果爾不吃鴨子 很少 幾乎不吃 切一下菜 而且他烤很好吃 又來這一炸 吃不到嗎?寶寶 吃不到嗎?寶寶 吃不到寶寶 會不會說吃起來很像 泡布爾 對 他形狀是長這樣子 他已經切片了 他其實是一個圓球狀 然後 這個啊就是你細細吃 他其實有一點帶奶的香味 然後帶一點點甜味 然後 口感很不錯 很要嚼勁 好貴 好貴 他們不會說是很貴 然後還有歐洲人很愛的 就是這種 紅色的菸材 然後是有點甜甜的 去丹麥也吃這個 去法國也是這個 然後到這裡也吃這個 威延納也有這個 所以歐洲人還蠻愛吃這種 就紅色有點像酸菜 可是他帶有一點甜味 酸酸的 就這樣子嗎? 嗯 就這樣嗎? 好,看一下 你看可以分開 嗯 哈囉 你的 介紹一下 我吃得差不多了 你點的是什麼 水煮便飯牛肉餐 道餐 水煮牛肉 這個牛肉 欸,開始拍了是不是 有,在拍了 這個牛肉其實燉得還蠻有味道的 但是它其實 口感還蠻扎實 有點老 味道其實還蠻濃的 嗯 然後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花貴沾這個醬 其實不爛 吃起來 感覺還蠻妙的 但看起來 看起來不好看 會嗎? 看一下 很亂的感覺 小巴要脫黑 對對對 對對對 要微微的嗎? 不過大家已經被我吃得差不多 本來下面有滿滿的馬鈴薯 然後我覺得它把馬鈴薯煎得很好吃 嗯 那這雞肉我覺得肉質還蠻新鮮的 重點是它旁邊這個醬 它這個青醬用得非常的清甜可口 然後吃起來不會太油膩 因為青醬很怕吃了會很膩 但它剛好還蠻爽口的 所以就算是大馬鈴薯或大雞肉 就都剛剛好 對 都還蠻好吃的 這一間有推薦 有 三隻小提琴 對 看一下它五年的版社有很多的小提琴 我旁邊就有一把 那邊也有一把 那邊有三把 這裡也有 這大概是你的袋子裡面 因為我需要做配樂的 對 對